好 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 经讲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将进行133课 基督徒的自由的第四讲 基督徒自由的使用 基督教要义第19卷的9节到13节的内容 加尔文牧师进入19章之后 第三卷的19章之后 他就开始谈基督徒的自由 然而这个部分 他大体上主要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谈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 他谈到了这个自由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 我们记住核心的单词律法 律法的什么 律法的义 律法的行为 不再靠律法的行为 不再靠守律法 在神的面前被怨纳 被称义 脱离了行律法获得义的自由 行为之约呢 以完全顺从来阅纳人 律法也应许 你要行这律法就必活着 当我们完全顺从律法的时候 才能够得到生命 但是问题是 亚当堕落的后裔 堕落之后 他的后裔没有一个人可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 守律法在神的面前成义 所以这是一个死路 那因此呢 不但守不了义 反而律法定我们为罪 我们只能在神的愤怒和恐惧当中 恐惧占经的去生活 所以我们就是被挟制在这种 定罪控告当中 律法的恶当中 所以不得自由啊 因此呢 我们可以脱离 因着基督的愿望 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义 不再靠着守权律法 在神的面前蒙约纳 靠着基督的义 基督的宝血 基督的中宝 我们借着信心 在圣灵里面与基督联合 然后与父和好 父约纳我们 因着基督的愿望 所以这是脱离了律法 核心单词律法 律法的义 律法的行为 那第二呢 就是自愿顺从自由 前面是恐惧占经 不顺从的话 就被咒住 不顺从就要灭亡 害怕 勉强的顺从 但是心里面又不是出于对神的爱 恐惧 惧怕 怕报应 怕咒住 所以是奴隶式的顺从 恐惧占经的顺从 但是基督徒不是 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基督已经使我们 与上帝和好 我们被接纳 不再做奴隶 做儿女 所以甘心乐意 以感恩的心 甘心乐意 自愿的顺从 所以这个顺从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是自愿的 儿子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是自愿的 第三呢 就讲到了无关紧要的事 不涉及到到底 得的这个善恶的问题 不涉及到核心的问题 是次要的 是琐碎的事情 关于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不涉及到黑白的事情 善恶的事情 基督徒可以吃 也可以不吃 可以行 也可以不行 有做不做的自由 不被他捆绑 那第二部分呢 这样谈完了基督徒的自由后 第二部分就是开始谈到 基督徒自由的性质和作用 或者是使用 当然这里面性质作用 还有今天这个本章呢 可能更重点是放在使用上 所以这里面包含两块 第一块呢 就是有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的 自由的使用上 因为律法明文仅指的 或者上帝的话明文仅指的 这个我们没有自由 我们必须得顺从神的话 但是有一些呢 无关对大雅的 无关对错的 善恶的 道德中立的 所谓的道德中立的这样的 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上帝没有说不让我们吃 或者让我们吃 让我们做不让我们做 所以这个呢 我们有做和不做的自由啊 谈到基督徒的自由和性质的作用的时候 首先他处理 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的事情上 我们基督徒如何使用自由 在这里面又具体分了一些 错误的使用的自由 然后加尔文牧师就指出了 他们错误在哪 提出了一些正确使用基督徒的 自由的原理啊 所以这个部分会谈到 自由的性质 自由的作用 以及自由的错误使用 和正确使用的原理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将谈到这个世俗政府的权利 基督徒的良心 到底受不受世俗的权柄 这个政府的约束呢 这是我们下周要谈的哈 那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自由的使用 那我们提到了就是他的题目是用的这个物用哈 因为核心是指责他的错误 其实也是在纠正的过程上也告诉我们如何正确使用 首先我们看加尔文牧师谈到了这个自由的性质和作用 一个是性质 一个是作用 那他说到基督徒的自由完全是属灵的 我故意把颜色标出来了 意思就是性质啊 自由的 基督徒的自由 很多基督徒呢 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 就搞不清楚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 自由的性质到底什么 基督徒 我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你也没有办法脱离你性别的局限 对不对 虽然现在这种后现代相对主义 个人主义 自己那个内心当中心理也好 生理也好 那种扭曲 以至于男性的生理的特征是男性的 但是心理和精神上自我认知却认为自己是女的 这样的扭曲奇怪的现象 这种堕落的现象出现 虽然有这样的出现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自由 我们仍然受天然 出生后上帝或者父母赋予我们这个上帝 透过父母赋予我们这个性别的 虽然我们现在随心所欲的可以做变性手术 但是那是违背创造的连异比 违背天性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涉及到这些方面 是完全关乎属灵的事情 属灵的事情 一定要注意这个自由的性质是关乎属灵的事情 这是定义了我们所谈到的自由的性质 涉及到上帝祝福的那些恩赐的里面 我们或使用或不使用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这个自由是完全是针对属灵的事情 第二呢 它全部的作用实在于使人良心平安 性质是关乎属灵的事情 作用是关乎我们 要拥有这种自由 使我们良心平安 所以它产生的作用 是我们的良心的平安 也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对罪的赦免感到不安的时候 自己犹豫自己到底得没得到罪的赦免 感到不安 然后为它的肉体的污秽不完全的行为 因为自己有软弱 过信仰生活当中 常常有失败和亏欠 甚至犯罪 看到自己这种污秽的不完全的行为 自己就开始怀疑 我到底是不是得救了 神是不是接纳了我 我是不是神的儿女 上帝到底爱我吗 上帝能赦免我的罪吗 就开始为着这些事情焦虑 因着看见自己的不完全和污秽 就怀疑焦虑 神是不是越拿自己 第三就是对使用无关善恶的事物的时候感到困扰 到底这个吃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这个 可不可以喝那个吃蔬菜 属灵吃肉就犯罪吗 或者是如何如何等等 所以三个核心单词 不安 焦虑 困扰 当我们知道这种真正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良心应该有这种平安才是 所以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因着 不知道 没有信心 不晓得基督徒所拥有的 在基督里获得了怎样的自由 所以他对这些不确信的时候 以至于对这些事情有这种不安困扰和焦虑 因此既然我们获得了自由 加尔文牧师紧接着说 但是有些人就利用这个自由 就做放纵情欲 把基督徒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 或者机会 甚至滥用上帝给的良善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都是美善的 但是他们却乱用 上帝给我们自由是好的 但是却放纵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让我们去放纵的 是让我们一感恩的心去享受 上帝所赐福给我们的享用 然后那些完全不顾忌 你发现这是两种情况 一些人是利用自由 放纵 滥用神的良善的恩典 然后另一些人完全不顾忌软弱的弟兄 然后就邪恶的扭曲了这自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出现了两种人 第一种人是滥用自由 他们极其迫切的去贪婪 骄傲的夸口 然后奢侈的浪费 然后另一些人去半导软弱的弟兄 任性的轻率的使用自由 以至于导致别人跌倒 那我们先来看滥用自由的这种情况 极其迫切的贪婪 意思就是他们内心当中 极其迫切的 然后极其骄傲的夸口 就炫耀自己的自由 炫耀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财富 就是上帝给他的恩赐 这里的恩赐就是祝福 所拥有的无论是财富等等 他就贪图贪恋这些神的恩赐赏赐 然后他也以这些夸口 比如说有钱的人去瞧不起 那些没有钱的空口人 然后就以自己的财富去夸口 或者是奢侈的浪费 不恰当的使用 挥霍使用浪费贪婪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文牧师首先做了个肯定 他说不错 这些东西象牙也好 黄金也好 各样的富足 都是神所造美好的事物 黄金象牙 这都是上帝造的大象 里面长的牙对不对 上帝当然造 原初造的大象是成形的 不是怀孕 然后才生出来 造出来就有象牙的 象牙后来被人发现 这个是宝贵的 所以有价值 上帝原来造的就是好的 虽然人把大象牙 这又涉及到什么伦理和环保的问题 保护动物的问题了 但是象牙本身是好的 大象本身好 黄金也是 贵金属 重金属 这些宝贵的金属是好的 各样的财物 财富 物质 什么肥牛 肥驴 羔羊 黄金 什么物质都是好的 上帝所造的 而且在上帝的护理当中 在上帝的护理 用上帝的铜管 上帝支配 这个财物让谁赚得更多 这个财物给谁都更多 他允许 甚至说他命定的 注意这个之前我们讲到护理的时候也谈到 然后特别是讲到 在金氏 背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 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也谈到了 我们应该知足 满于现状 满 安于现状不是变得懒惰和消极 安于现状是我承认上帝的主权 我不是出于贪心 不满足现状 而是真的 引擎的去工作 努力去 可能的话就赚取更多的物质 但是不是因着被这种迫切想发财的贪婪所驱使 但是同时呢 在你极其努力的情况下 不可抗力的环境 或者像约伯一样财产被夺走了 或者是你努力以后无果 有很多社会是隐情的人 他们并不一定赚到钱 有一些国家 大家都知道哪个国家 你有能力 有财 有财 你也有体力 你努力 但是不一定意味着你就可以成为有钱人 所谓的存很多钱 大家都知道 那维持基本开支 有些能攒一些小钱就不错了 但是那些真正攒下钱的人 基本上都是跟一些权势 一些资源有关系的 我们就说从一般的角度 所以不一定引擎的人都能发财 那怎么办 他要认定上帝的互利 上帝允许有些人发财 有些人富有 有些人贫穷 有些人平庸 甚至这是一种上帝的命定 上帝的定制 上帝的安排和执意 他给人的 用的 然后神也没有禁止 这是我们 第一是你发现他承认神所造的 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而且出于神的赏赐 护理吗 允许的吗 命定的吗 赐给人的吗 而且这些性质本身是美好的 都没否认 然后他也说 上帝也没禁止我们 不让我们去欢乐 欢笑 吃饱 也没禁止我们去 在自己已经有 以及继承的产业上 加添新的产业 上帝不是说 禁止我们开心 禁止我们吃饱 禁止我们 这个继承财产 或者是拥有更多的财产 不是禁止这样的 也没禁止我们 对音乐或者美酒 感到麻木 没有兴趣 不是 他也喜悦我们去享受音乐 甚至美酒 当然这里面不是鼓励酗酒 要正确理解 美酒什么葡萄酒 果酒等等 不是说让你而靠中毒 酒精中毒 酗酒 喝大酒 成为酒的奴隶 好东西 很多好东西 我们自己处理不好 那是我们的事情 不愿上帝 所以大家一定要误解 加尔文那个时代 和我们现在氛围 当然他们那个时代 也有酗酒的人 任何时代都有醉酒的人 酒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使用的人 我这里面 在韩国这种情况下 牧师这么放胆的去谈酒 是本着真理的缘故 不是本着宣交室 来韩国宣交之后 形成的一种 锦酒运动 当然那是必要的 因为当时的韩国的处境是 社会情况就那样 去中国的美北的宣交室也一样 也锦酒运动 都是比较敬虔的 受敬虔运动影响 而且比较严格的 锦酒是有必要的 是好的 但是你说圣经是不是锦酒呢 这是另一回事 解经的问题 所以加尔文牧师制里面说 并不要过度的担忧 会不会鼓励人放纵 放纵是我们的事情 乱用自由 不是这些事物本身的 音乐是好的 对不对 但是当然 现代的音乐 就不一样了 有一些音乐 包括有一些乐队崇拜撒旦 包括有一些音乐 其实很毒害青少年 不健康的音乐 所以音乐不是中性的 我们不要理解 加尔文牧师是 他不懂音乐 所以在这里面 他是指那些一般性的 纯粹的那种音乐 不是指我们现在熟悉的 一些什么有害的音乐 甚至一些歌词 音乐和歌词又另一回事了 美酒等等 所以这个是真的 首先加尔文牧师肯定 上帝所赐福的 无论是物质 还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才干 所产生的像音乐和美酒 虽然是酒是人的才干 和神所造的物质之间的产生的 包括音乐一样 也是人的某种才干 和上帝所创造物质之间产生的 毕竟你那个音乐的用乐器吧 乐器不是用神所创造的物质 重新排列 重新制造的乐器和我们的才能 才能是这种是上帝的恩赐嘛 所以都是神的恩赐 这个本身不是坏的 但是他说到 但是当有人因着这些财物 就在奢侈中打滚 在奢侈当中 因着拥有财富 结果他就铺张浪费 沉迷于艳乐 沉醉于 他的心思就完全被这些财物所捆绑 沉迷于这些财物 成为钱财的奴隶 使他不间歇地去追求新的快乐 因为有钱财 所以他不断地为了追求自己的杜甫 不断地去探求新的事物 让他那种欲望得到满足 虽然财富本身是好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 酒足饭饱的时候就私盈欲嘛 往往我们在物质风雨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滋生出很多腐败的欲望 腐败的欲求 结果我们就利用神给我们的财富 去满足我们那些欲望私欲 结果无论是我们的心思 还是生活 还是整个人生完全沉迷于这种光景当中 这种不合法地使用神的恩赐 所以加尔文牧师肯定了那些事物本身是好的 但是我们却不合法 没有正确地按着神创造的原理 没有按着神的值去使用 这是我们的问题 使用者的问题 不是神的恩赐的问题 有人说哇 这个火车不好 火车总翻车 跑车不好 跑车总创死人 摩托车不好 摩托车摔死人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 问题不是好的跑车和火车的问题 问题不是摩托车的问题 问题是人酒驾 人非法伪张驾车 或者超速 或者如何如何 问题不是那个事物本身 问题是人如何用 同样一个跑车 有的人去用它去带着病人 急速地奔向医院 成为救人的救护车 那同样一个跑车 有人去抢银行 拼命地去逃离警察的追捕 就变成抢劫和盗窃的这个作案工具 所以弟兄姊妹不合法的使用 所以加尔文对这种滥用上帝的恩赐 提出了第一 恩赐本身是好的 第二 问题是出现在人不合法的使用 这里面特别强调了 这种出于贪婪 这种沉迷 这种不节制 受他捆绑 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的神学 一向是均衡的 中道的 我不太愿意用中用 因为中用往往被变成没有立场 左不适又不是这种误解 中道 圣经说看得合乎中道 稍微能够更积极一点 所以他看待事物 事物本身是善的 是神的好的恩赐傻赐 在神的户里 但是人用的不好 滥用 人在这个事情上败坏 所以败坏的是人 不是事物本身 上帝给我们的 可以去享用 可以去喜乐 享受 而且都是美好的 但是你不能 以罪的方式去使用它 或者因它而犯罪 所以这里面肯定和否定 我就补充的说明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也好 他的神学 他就是在圣经里面 看到了神的赐福 本身的美善 良善 然后又看到了人性的败坏 所以他把事情分得很清楚 分清楚了以后 就不至于偏激 一刀切的 片面的偏左 或者片面的偏右 今天我们基督徒 在学习真理的时候 看待事物的时候 也尽可能的是 整全的去看 不一定是以那种相对主义 我假设一个A命题 然后又假设一个 与之对立的B命题 所以故意搞个平衡 不需要搞平衡 照着整全的真理去接受 真理本身 他就把这个事情 全面的介绍出来了 所以他就自然不会平补 所以我们说要追求平衡 不是人为制造平衡 假设两个对立的概念 去搞平衡 而是说要看全部真理 不要总看圣经当中 禁止的部分 还有许可的部分等等 同样一个事物的 不同的面 上帝在不同的角度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对这个事情 给我们一个整全的观念 就是上帝如何 看待这个事情 事情本身是好的 但是我们滥用 就成为罪 不是事情 这个事物本身的问题 然后加尔文牧师 就教导我们说 所以如何正确使用 不是这种傍纵 而是应该节制 我们虽然有自由 我们应该当 抑制自己这种无度的欲望 现实当中 我们是住在身体当中 我们主日讲 罗马书的时候也谈到了 我们虽然是已经 被迁入到那个国度里了 地位和身份上发生变化了 但是仍然还住在肉体里面 仍然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还没有脱离 这种世界的影响 我们里面的世界 和外面的世界 包括撒旦的各种轨迹 我们里面的腐败的欲望 世界的诱惑 眼见的耳听的 那有很多都是中性的 但是它却 我们的欲望 却因着这些事物 过度的贪婪 浪费 虚妄 傲慢 应该节制这种愿望 欲望 一些不好的欲望 应该节制 要管理 意思就是说 不是所有本性上的冲动 都是善的 所以今天那些主张 所谓这种变性 或者说身份认同 尊重那些男人 认为自己女人的这种观念 所谓的双引号的人权的人 实际上他们根本的 除了混淆了道德的观念以外 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 我们里面罪恶的冲动 和上帝原初赐给我们良善的冲动 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很多的欲望和自我感觉 自我意识是扭曲的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所有的同性恋 都是单纯的是欲望的问题 还有一些是物理性的 综合性的 有一些是精神性的 有一些是受到什么冲击等等 总之它比较复杂 但是他们强调尊重人权 他们就认为自然 接受 当他觉得他认为我是男生的时候 这个女人认为我是男生的时候 我天生就是这样 同性恋者认为我们天生就是同性恋者 所以他们就把这种罪恶 或者扭曲的错误的观念认为是天然的 上帝既然让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就得尊重 这个原理 所以加尔沐士说 要一直这种无度的欲望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邪恶的欲望 所以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善的就接受 有这种冲动 那我见了美女我就有冲动 我见了帅哥就有冲动 明明你已经有男朋友 明明你已经娶人了 然后你还不约束这种欲望 随着自己欲望 既然有冲动 我就要做吗 要行出来吗 那你看看吧 这个连世俗的法都不允许这样 更何况我们说圣经的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 我看见那个别人家院子里面的梨子 这个水果想吃 那你就可以跳进去 不经过人允许就摘了吃吗 你看见别人家东西好 你就想拿过来 我有这种欲望 我就一定要行出来吗 既然上帝给我这种欲望 双眼号引用那些无知的人的言语 既然上帝给我这种想法 我就要尊重 这种想法就是自然的 也不是我刻意的吗 不是 那是无度的欲望 有很多 我们太理想 以为我们里面是纯净的土壤 里面长出来的都是蔬菜 别忘了 我们里面有败坏性 有时候还会长杂草 所以有些杂草需要拔 需要喷这个除草剂 要收拾掉它 所以不一定所有的冲动 所有的愿望 所有的欲望 都是善的 应当节制 克制 约束它 我们将约束的同时 也要存着清洁的良心 合理的使用神的 你注意 去截制那些不好的欲望 然后也要存着清洁的心 然后又要合理的使用 按照神的指引 恰当合理的使用这些恩仓 我们要谨慎 心存谨慎 如此就能够合理的享受神的恩仓 重点 你发现加尔文牧师 这个短短的一句话 虽然我编辑了 我把中间一些觉得 我觉得简化的 我编辑了 原文不是这样的 中间我删了很多 就是为了便于精炼 那谨慎的态度 才能够合理的合理 不被欲望冲动 就不至于不合理 所以才能合理 然后享受神的恩仓 你发现他一方面打击 否定那些错误的态度 欲望和方法 然后另一方面 他也维护 上帝给我们恩赐 原本的目的 享用 恰当的享用 合理的享用 谨慎的态度 清洁的良心 不要纵运 不要浪费 不要虚妄 不要傲慢 这是第一点 要节制 节制什么 克制里面那些不好的欲望 第二 守本位 这个我刚才也谈到了 在讲护理的时候 在讲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加尔文牧师也谈到了 我们应该守住本位 这个所谓的守住本位 是上帝把我们摆在贫穷的 景欲当中 还是小康的景欲当中 或者是更富贵的景欲当中 我们要安于现状 弟兄姐妹 别误会啊 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 我们都渴望发财 包括牧师也有这种 谁不喜欢钱的 钱本身是好的 对不对 那种欲望 那种欲望 人人都渴望拥有财富 人人都渴望生活更富裕 我不是说这种渴望不好 然后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我们不要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里面所要注意 加尔文牧师所强调的 圣经当中的那些教导 说到守住本位 就是保罗所说的 他说我或贫穷或富足 或有余或有缺 我都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贫穷 也知道主要处富足 随遇而安 知足的心 这种状态 加尔文牧师说 当上帝允许我赋予的时候 我不会因着富贵就腐败了 当上帝允许我 或者给我摆设在贫穷的情况当中 我不会因为不满而抱怨 或者是偷窃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 在我们已经尽了本分 引擎的去努力生活的情况下 不是说这个是让我们懒惰 躺平和今天这个时代的处境 联系在一起 所以大家要不要误解 读书的时候也好 读经的时候 不能过度的猜想 误解原作者的意图 所以在这里面说 当我们努力去生活尽本分的时候 但是或贫穷或富足 要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现状 那大家可能凭着经验 哇 这种知足的心和努力生活 是不是有冲突 其实不冲突 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总是被欲望牵着 拼命 我要这个往往是出于某种贪心 往往是这样的激励我们不断 或者是攀比 我一定要过给谁谁看 比谁过得好 人家有我也有等等 出于不正确的态度去 努力改善生活 然后结果好像社会进步了 环境生活改善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凭着这种经验 我们就觉得 如果我满足了 会不会就变成 把锄头一丢掉 然后那个农机器就熄火 然后我的工厂的机器也停下 这个大巴客运的货运的 这个大挂车也停下 然后所有的生产 劳动都停止了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说我们出于爱神和本性来说 我们都是努力 愿意生活的是吧 竭力的 上帝跟我们那个劳动的本性也是 我们愿意去透过劳动 去创造利益 创造价值 那另一方面的上帝 给我们那种新的本性 过去可能是因为贪心 现在呢 知道了使命 所以热心去生活 这本身是好的 任何事情上懒惰 引擎不可偷盗 引擎去做 亲手做工 不要偷盗 等等 然后甚至在贴撒人家书里面 不要给那些不做工的人吃饭 他们如果不干活 就不要给他们饭吃 因为当时可能是教会有共同体 那些困难的人 可能没有 有钱的人就多在教会里奉献一点钱 拿到一块吃 去救助 那些互相帮助 缺的也没有缺 多的也没有余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懒 他不是说他劳动了 但是没有收入 而是因为他懒 然后就占便宜 在教会里白吃白喝 保罗说这样懒惰的人 不可给他饭吃 让他亲手做工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不是教导我们懒惰 而是称赞鼓励引擎 但是不是贪心 不是被自己的欲望催逼那种 去成为自己的肚腐 或者是自己食欲的奴隶 去催逼我们去工作 或者是赚钱 所以有的人认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人的欲望 不完全正确 应该有更高的愿望 这是本分本位 真的为了神的荣耀 真的意识到 我活在这个世上 神给我的这方面才干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人 医生他可能有一种 医生的这种职业使命感 科学家也有 科学家老师也有 他们都有 不一定获得神特别启示 我呼召了你 他们在一般恩宠当中 上帝已经给他们这样的专业性 和专业的才能和专业性 和专业的某种使命感 他们都有这样的特征 你仔细了解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会隐情地去做 当然也可能掺杂着个人的什么等等 所以只要我们知道 神的使命给我所在 我们都会应该是 如果不是故意背逆神 都会隐情地守住本位 所以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 即便我们努力了 如果经济条件没有改变 我已经近百分之百努力了 我已经努力打工了 我已经努力在进各样本分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经济条件还不改变 还不好转的时候 我们应该学习这个 在各种处境当中 守住本位 相信神的护理 这个时间 虽然我们的神是喜欢我们丰富 无论是属灵的还是物质上 都愿意我们享受丰富 但是在成就完全的救恩 这个过程当中 恐怕我们可能一次性 给我们过度的丰富 我们可能就离弃神了 就败坏了 所以上帝按照他的智慧 不同的阶段 可能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安排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智慧和良善 应该守住本位 在这种境遇当中满足 学习知足和感恩 所以这也是一种节制 正确面对上帝的恩赐 赐福的那些财富 那些物质的一种正确的使用的态度 然后加尔文远提醒我们要铭记 上帝赏赐的食物 是为了我们的生活 不是为了奢侈 注意啊 为了生活 当然这种生活不只是生存 活着它本身也是食物 也是一种不仅是维持生命的需求 活着 为了活着 我活着就得吃嘛 为了维持生命 延续生命 还有就是享受嘛 但是不是为了奢侈 奢侈是过度的 然后呢 让我们所有人 以为基督徒的自由的法则 就把这个作为基督徒的法则 我们应该学习 不论深处何种景况 都以知足为乐 这里面我刚才也说了 保罗所说的 或贫穷或富足 或有余或缺乏 我已经学会了 所以他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不是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 男人能生孩子 不是这个意思 超越上帝创造的界限 而说 我在什么贫穷 或贫穷或富足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已经在这些事情上 得胜有余了 已经学会了 凡事都能做 主的恩典 使我在贫穷当中也好 富足当中也好 有余也好 缺乏也好 都可以随遇而按 这个凡事 希腊语前面我们也不说了 前面有这个前置词 先行的词 后面凡事 这个凡事不是突然冒出来 所有的事情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也没有翅膀 我也可以腾云家务 脱离地球的吸引 不需要氧气 那我们直接飞到火星去 何必这个拜托 马斯克去研究什么 炭火星这个旅行呢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注意 我顺便就提到 前面谈到了就是 我们放纵的问题 货物的使用 上帝给我们恩赐 放纵 借着自由为借口 放纵 贪婪 什么奢侈等等 败坏 腐败 那第二个就是 借着自由 滥用自由 以至于半导软弱的弟兄 任性的 轻率的使用自由 随意的 不谨慎的 以至于常常半导软弱的弟兄 有些人觉得 如果不在星期五吃肉 就没有享受自由 我简单地介绍背景 星期五是天主教有这个节气 他们什么大斋节 就像我们纪念耶稣 什么受难的日子 一般说是耶稣受难 是周五 然后他们就紧实 所以甚至他们就 简单喝点白水 或者是吃素菜等等 吃肉就等于犯罪 所以他们就 这是教会传统当中 形成了一些 错误的人为 编出来的传统 所以他们就良心 他们既然这么认为了 他们的良心就觉得 周五不能吃 那宗教改革家们 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 一些错误的传统和教义 所以他们就有些人 故意在周五 天主教规定不可在大斋节 或者是周五的时候 不紧实的日子 不应该吃肉的日子 他们就为了表明 我们在福音里面获得自由了 就故意在周五吃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苏黎世啊 所谓的香肠事件啊 香肠的这个party 这个他们吃这个烤香肠 然后故意表明 就是用这种反动的行为 故意去向罗马天主教宣布 他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 吃不吃都是自由的 所以加尔文牧师可能就想到了 这个事情 故意表明自己的自由 然后就刻意在周五吃肉 来好像显明自己 如果不在周五吃肉 就没有自由似的 所以加尔文对这件事情 做出评价 你发现他的评价 还是这个非常分明的 对就对 错就错 他说我不责备他们吃肉 吃肉本身没问题 圣经没有请着我们吃肉 没有命令我们之初 是不吃肉 吃肉本身没问题 但是这种错误的观念 就是以为我如果周五不吃肉 就不能充分的表明 我是自由的 或者我有这样的信心 好像就显不出 我有这样的信心 他说这种观念是错的 应该从我们心中去根除 因为这种自由 并不能因被人看见加添什么 注意这个基督徒的自由 被人看见 注意前面我们说 这个自由的性质是什么 这个自由的性质是属灵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自由是应该在神的面前享受的自由 在上帝面前 我不被这件事情困绑了 在上帝面前 我可以不靠守律法 或者是在神的面前 我以甘心的心 甘心乐意的心去顺从 不必恐惧战惊 不必出于惧怕来顺从的 我在神的面前 上帝关于这个吃与不吃 没有什么禁止 我可以自由的 以感谢的心去领受的 所以这是说到我的良心 注意这个自由是针对良心和上帝的关系 我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 可以平安 为什么 这个事情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可吃 也可以不吃的 我愿意吃就吃 不愿意吃就不吃 但是问题这些人呢 把精力注重在人身上 好像我如果不做点什么 不表明自己什么 就好像我没信心 表现给别人看 做给别人看 向别人显明自己是自由的 加尔文牧师非常谨慎地指出 这种态度观念是不必要的 而且是错误的 那这个自由注意 加尔文牧师说到 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包括享用 三连是使用 也包含警戒 或者说三连是用不使用 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由呢 包括就是关于那是中立的 无关大雅的 无关红纸的 不涉及到这个关键真理的 是次要的 直接的问题上 不涉及到道德的问题 不涉及到善恶的问题的时候 使用也好 不使用也好 享受也好 不想警戒 节制不做 或者是享受它 享受它 或者是节制不做 都可以 这种自由包括做和不做的自由 所以在神的眼中 无论你吃肉还是吃鸡蛋 肉是昏的 蛋是比较轻的 无论是穿红色衣服还是黑色 红的比较艳丽一点的 黑色比较朴素的 都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无关大雅的 对错的问题 吃也行 不吃也行 做也行 不做也行 都不重要 在神的眼中都不重要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就够了 我们的良心就可以 注意 你看还再次强 得释放 自由吗 良心得自由吗 不被它捆绑 所以我们就坦然 平安吗 而且这个自由 这就是这个自由的益处 让我们从中获得自由 可以做不做 做了也不受控告 不做也不被定罪 做了也不受它的拘束 不做也不 好像缺少什么 那事实上 因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才自由的警戒自己 注意 进一步解释 这种自由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虽然自由 我却自由的约束自己 警戒自己 我以自由的良心 不是出于惧怕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爱面子 而自由的 我本来就自由 在这方面 我做也行 不做也行 我喝也行 吃也行 不吃 不喝也行 但是我以自由的良心 我不做 可是呢 这些人 他们不顾及弟兄的软弱 注意是别人的软弱 都是信主的 弟兄的软弱 我吃肉 我觉得我有自由 我有这样的信心 为什么 凡神所造的 感谢之领受就可以 不觉得什么 是自由的 我吃肉是自由 是真理人许的 这个自由 良心也是无愧的 但是有别人软弱 没有这样的知识 罗马书14章里面 出现的内容 有人就觉得 吃肉就不应该 他的信心既然软弱 他就觉得吃肉 不应该 所以这些信心刚强的人 拥有这种自由知识的人 他觉得他很自由 他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就肆意地乱用他的自由 他的自由是神给的自由 但是他却不恰当地使用 没有约束自己 以至于没有顾及到 那个软弱弟兄的软弱 最终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们应该容忍 就是包容那些软弱的人软弱 以免辱莽 因着我们自信自大的行为 绊导他们 所以我们应该在人的面前 宣告自由 你看又是平衡的 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使用 我们的自由 照顾那些软弱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 也需要勇敢地宣告我们的自由 恐怕福音的真理 被我们保持接默 或不勇敢地宣告被辱莫 好像我们在否认那种福音的真理 或者不承认那种自由 在这一点上我承认 我们必须以特别的方式 以免忽略了弟兄的 对弟兄的关怀 所以他谈到了 我们可以做不可以做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不做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胆地去做 证明我们的自由 宣告我们自由 但是一定要谨慎 注意别伤到软弱弟兄 要考虑到关怀到他们 因为他们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 让我们去照顾的 加尔文牧师的概念就是 像旧约上帝对以色列颁布的 你们要爱临舍如同自己的诫命 和在民事法当中 让他们去照顾临舍 接待临舍 或者说如何如何 那样的情况 不能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的时候 实际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义务去照顾那些软弱的人 比如说割地的时候 不要割近了 掉下的穗子也不要捡起来 按现代的这种 现代生产模式的话 那就是浪费 但是按照上帝的原理 故意掉了就不要割 留给那些我们社会当中那些弱势群体 或者是那些寄居的人 或者是孤儿寡妇 或者是残疾人 没有劳动力的人 能力的人 他们割了可以养生 所以这种行为本身 已经上帝让我们考虑到那些人的需要 所以自由不能滥用 不能因为你自己自由 然后你就横着竖着 就用你的自由 结果周边都是尸体 周边都是泪水 那些人就是又软弱 又沮丧 又迷茫 又彷徨 当谈到对自由的使用 勿用和正确使用之后呢 不是谈结束的时候 这个后半部分不是谈到了 我们用自由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半导软弱的弟兄 所以加尔文牧师就紧接着就谈到了 有必要去区分半导人和被半导人的这个概念 哪些人是我们要留意不要半导的 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忽视的 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有关对半导讨论 那各种半导的区别 哪些当避免呢 哪些应该轻视呢 忽视呢 以后我们以后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能够知道就知道自由 当你区分了的时候 哪些是应该避免 哪些应该忽视 哪些事情我们要谨慎 别让人软弱 哪些事情我可以放软去做 不需要顾忌 这样知道区分了之后 我们就也就知道我们的自由范 我随自由 但是我这个自由 有的时候需要节制 有的时候可以去使用 有的时候不使用 有的时候使用 那常见的分法分为两种 一个是半导人 一个是被人半导 那都有圣经明确的支持 且有适当表达圣经的意思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首先看半导人 个人不合理的 注意不合理的 轻率和胡闹 或者辱莽的 使用自由 做了不合意的事情 从而就半导了 注意什么样的人 软弱 不成熟的人 心心软弱 或者是信仰上 比较幼稚不成熟的人 因着我们不合理 轻率辱莽 那么就可以说是半导了 那个人 因着我们乱用自由 这些词形容 结果半导是我们的过失 由于我们错用自己的自由 没有恰当的节制 约束我们的自由 结果我们走过的 路过的地方 这个鸡飞蛋打 这个锅吻瓢盆 全部打了一地 因着我们的失误 结果造成别人软弱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本身没有恶意 也没有不合理的做什么 我们都很做得很合理 也没有什么恶意 但是他们自己 因着他们的恶毒 某种邪恶的感觉 而导致他们自己软弱跌倒 不是我们半导他 是他自己因为我们做合理正当的事情 他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恶毒 自己的邪恶的感觉 或者是自己错误的偏见 结果跌倒 在这种情况下 半导不是来自别人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恶的 错误的领会 他们没有真知上 毫无根据的 没有正确的根据 他们自己跌倒 自己绊倒自己 所以这个跟对方的行为没关系 是自己软弱 自己跌倒 和我们绊倒软弱弟兄 是不一回事 注意去方 如何对待呢 一种是软弱的弟兄 一种是这种 所谓的自己绊倒自己 那他们为什么绊倒自己呢 这里面说尖酸的人 待会会解释 法利赛式的苛刻的人 待会举个经文的例子来说明 那如何对待他们呢 我们应当称前者为半导软弱的弟兄 我们要 然后称后者是半导法利赛人 其实是法利赛人自己跌倒 应该叫 应该节制 对于前者应该节制自己的自由 以体量软弱弟兄的无知 他们在福音的真理上 认识的不够 所以他们软弱 信心不足 所以我们要节制自己的自由 不要让他们跌倒 那第二种人 那种法利赛人 我们无稀理会法利赛人的 捐酸刻薄 任凭他们去 保罗在许多经文当中就教导了 比如说 他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软弱的弟兄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 罗马书十四章一节 信心不足软弱的 应该接纳他们 他们觉得只吃蔬菜 良心菜安宁 那就体恤他们的软弱 接纳他们 所以不要在他们面前 故意吃肉 表明你的信心刚强 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论断 也不要批评他们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吃 这么没信心呢 只吃蔬菜啊 你应该吃点香肠 吃点烤肉 五花肉等等 宁可定义 也不要给弟兄 放下 绊脚敌人之物 不要因着我们的自由 让他软弱跌倒 所以保罗教导 我们要照顾那些信心上 知识上不足的软弱的人 总义就是我们要兼顾 应当担待那些 兼顾的人要担当软弱的人 不求自己的喜悦 只要临舍喜悦 使他们得益处 被建立 然后只是要谨慎 恐怕我们的自由 竟成了别人绊脚石 然后凡世上所吃的这款吃 良心没有什么缘故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说什么话 这是我们的自由 市场上卖的东西 大家都卖的东西 你不要疑惑 哎呀 是不是过过偶像的 有机会我们讲 格林多书的时候 格林多书里面很绕 有的时候讲 拜偶像的物不可吃 又说无所谓 什么都吃 我们要注意他的文脉 他所强调的点不一样 市场上卖的尽管吃 管他这个 这个是从庙里拿回来 又在市场卖 格林多当时是 希腊大城 经贸很发达 那边习俗就是有个庙 庙里面有什么庙祭啊等等 那个崇拜的事情很昌盛的 经济发达 地方拜偶像一般发达 做生意的人 先一般把肉啊什么都供 供完了才拿到市场卖 那你基督徒到那 到底吃还是不吃 卖的就吃就行了 不要问为什么 对不对 该不该吃 但是你不能公然的进庙里去吃宴席 因为那个宴席是拜偶像的仪式 软弱的人看见以为你去拜偶像 所以他就放胆了去拜偶像 你去你觉得吃无所谓 无所谓 食物本身都是捷径的 是吧 偶像也算不了什么 你吃是自由 但是别人以为你拜偶像 所以就跟着你 他是真的去拜偶像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不要参与既偶像 就是你前一者吃是自由 是因为你没有拜偶像的心态去吃 只不过是为了度饿 就是吃那个食物 食物本身是捷径的 无所谓的 第二种不能去的是 不要做宴席 是为什么 你参与那种 就是参与那种拜偶像的仪式 因为那种 你就免得陷入到拜偶像的罪里面 所以说鼓励人去吃既偶像的植物 这个吃就不单纯是吃食物的问题 是拜偶像的行为 他带着拜偶像的心态去参与拜偶像的仪式 就实际上是拜偶像 所以大家要注意他文脉 他的侧重点不同 而绕来吃还是不吃 不吃还是不吃 这个单纯食物 既过偶像的食物 无所谓 吃 但是你要涉及到别人软弱 那就不吃 吃血可不可以 中国传统是基督徒 是不允许吃血的 保守一点的 无论是受什么教派传中国的时候 中国教会大部分是认为吃血是不可以的 我曾经也是这种观念 后来认识福音了以后 发现旧约当中的血的意义和新约当中的血的意义 包括新约里面为什么不让吃血 那种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 包括物质本身 到底和基督的血有没有关系等等 包括等等其他的关系 后来就自由了 以前是不吃 以前是吃血肠不信主的时候 后来信主不吃了 因为整个家庭教会都不吃 甚至三字教会也不吃 基本上都不吃的概念 但是后来看见韩国宣教师吃 就心里面批评论断 这种情况就是自己的一道 法利赛人士以自己严苛不符合福音的标准去批判他 定罪 我有个老师就是韩国人 天天喜欢吃血肠 那种糯米的灌的肠就喜欢 然后总买着吃便宜 然后我就定他罪 这个人不属灵 这个人怎么竟敢吃血肠 自己良心也受不了 背后心里面老嘀咕他 后来明白福音发现 这个是可以吃的 无所谓 但是因为习惯了的缘故 吃的时候总是还是疑惑 后来就是放开了 可以吃了 但是我遇到传统教会 不具有这种知识的人 我尽量不吃 我有自由吃 吃无所谓 但是我喂了旁边的人 我不吃 这个不是伪善 因为考虑到 我曾经也是那种观念 但是认识福音的真理以后 得自由了 吃也行 不吃也行 这个自由了 孙呆骨吃还是不吃 等等 为了别人的缘故 就不吃 除非他有一天 他认识了这方面 无所谓他得自由了 那么我们一块就 想吃的时候就吃 不想吃就不吃了 不具犹太人 希腊人 神的教会 都是不要让人跌倒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得以自由 得自由了 但是不可让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爱心互相服侍 你自由倒好 你的自由 结果劈了啪啦 周边倒了一大片 那就是狂妄 没有爱心 没有照顾到别人 所以圣经真的是 越学习基督教要 越发现 他把圣经整方方面面 尽可能的都介绍全了 所以你读的就是了解 一个事情的观 看待一件事物的圣经 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去处理的时候 你就发现 神的话太伟大了 真的是让我们得以自由 一点不会过 又不会不急 事情处理的恰到好处 不要放纵 又不要过于怯懦 该勇敢上就勇敢 但是你不要照顾那些软弱的人 面对那些等等人 你要等等 处理的非常好 所以他就引用这些教导 然后他就说 非常重要一个总结 上帝给我们自由 不是用于利用这个自由 去让我们离舍软弱的 而是既然心中 让我们的心中与神和睦 良心与神和好 因着认识福音 我在这个方面得自由了 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它 我在神的面前 吃也好不吃也好 我心安然 因为神已经赐过 这样的权柄和自由 所以我吃与不吃都安然 就泰然都平安 所以这个自由 是我和神之间 我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 我在神的面前平安 甚至以至于 让我在人之间和平地相处 不因我的自由 让别人软弱 所以我自由与神和平安了 同时这种平安我也带给别人 我的自由不会让别人心里面 犯底部犯论断 软弱 所以我和神的平安 延伸到我与别人的 平安和平 非常重要的 这种自由又加上爱心 保罗在这里面 第二种 对于法利塞人 所以 对于法利塞人 所谓的这种半岛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这个应该除掉 所以为的 对于法利塞人 所认为的那种半岛 法利塞人他们自己论断 看不惯 耶稣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如何看待呢 举的例子就是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一节里面就看到 法利塞人 他们看见耶稣和门徒们 不洗手就吃饭 他们拘手一种传统 就是吃饭前必须洗手 这个和我们今天尾声 没关 他们是宗教的 觉得去接触世俗了 就沾染了污秽 这个污秽不是尾声上的 尾声上的污秽 是宗教意义上 不结了 所以来回到家里面 洗洗手 洁净一下 水洁净一下 然后再吃菜 圣洁 但是他们就形成了这种传统 之后发现耶稣的门头 好像不去小节 吃饭也不洗手 用俗手 沾染了市场上的污秽的 不结的东西 祭司们他们是圣经里面规定了 他们出会墓的时候 要脱弃圣袍 然后到市场要沐浴了以后 才穿上圣袍 然后去服侍嘛 可能延伸了 他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上了市场回来要洗手 因为才变得圣洁嘛 结果你不洗手 就吃饭 他所谓的用俗手 没有被分辨为圣的 洗过洁净的手 吃饭的话是不结的 是在礼仪上 宗教礼仪上是不结的 结果他们就批评论 他们说 你们怎么用俗手呢 不吃饭呢 耶稣说 任凭他们 随他们去吧 你爱咋咋地 我无视你 因为他们是瞎子 他们是不明白真理的 结果他们不自由 瞎子领着瞎子都掉在坑里 他们是这种情况 和那些软弱的弟兄不一样 某种方面好像相似 都是知识上的欠学 但是前一种是弟兄 欣欣软弱 后一种是自以为是 苛刻地去要求别人 论断别人 评价别人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无视 那大家一定要谨慎 在教会里尽量不要把对方 视为假冒完事的法利赛人 虽然有这样的人 免得我们教会里面 我就肆无忌惮地 把我的自由 肆无忌惮地 没有怜悯 没有爱心地去使用 不管别人感受 即便对方有的时候 律法主义 我自己曾经就这样 在家庭教会信主 然后听那样的道 按着那样的道去读圣经 好像圣经都是那样说的 就形成了一种严苛 苛刻要求别人 弟兄姊妹可能也会体会到 虽然我来韩国之后 发生很多变化 包括来个敞开教会之后 大家可能也会体会到 越来越靠近福音 越来越恩典这个方面多了 原因就是越来越认识福音了 以前是严苛 自己对自己也严 自己看自己也不满意 然后看别人也严 看别人也心里难受 然后这种严苛 就是这种法利赛式的 以一种不适合乎圣经福音的原理 可能甚至缺乏怜悯的那种严苛 去看待别人的时候 然后去定别人的罪 论断别人 自己就心里难受跌倒 你们为什么用俗手呢 结果他自己跌倒 是吧 在别人正确使用自由的时候 吸不吸收又怎么地 对不对 都自由了 那但是他因着你的自由 我软弱 我自己软弱批评论断 然后严苛地去控告啊 去定别人罪啊等等 耶稣说对待这样的人就任凭他们 爱咋咋地 忽视他们 那保罗也用 在这个方面 也有他的教导和榜样 最熟悉的我们就知道 提摩泰和提多 之前我讲到也提到了 那保罗给提摩泰割离 却没给提多割离 为什么 给提摩泰使割离的缘故 他是要向 耶路撒冷犹太人传匪 免得他们误解 所以我们虽然已经在基督里 受了心灵的割离 圣灵重生了我们 我们已经灵力受割离了 接受洗礼了 受的水洗也受了灵洗了 那我们已经受割离 我们自由了 不需要受肉体的割离了 因为旧约的割离 以示上是记号 实体是在灵里面 心灵的割离 是吧 接着洗礼和灵洗 受割离 所以洗礼不 割离不割离不重要 但是为了犹太人 免得他们以为我们不遵守律法 就恨我们 抵挡我们 以至于不听我们的福音 所以为了福音的远古 为了他们的 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 但是甘愿 做律法之下的人 就受了割离 宣交策略 但是提多为什么 不让他割离 禁止不给他受割离呢 因为有一些 犹太人 去要定睛窥视他们 看他们 要夺去福音里面的自由 为什么 犹太人定睛他们 看是不是遵守律法 然后保罗就说 故意就不给提多受割离 为什么 我们不需要受割离 如果我对那些期待我们受割离 让我们拉我们回律法之下的犹太人 受割离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说 你看保罗都没有 只不过是犹太人 是吧 等等 还遵守律法 所以大家都要重新遵守律法 受割离 遵守这个礼仪才能做真正的基督徒 那就迫害福音了 对不对 保罗明白他们心里的屈心婆做 故意不迁就他们 故意不给提多受割离 为什么 没必要受割离 也不需要受割离 这个时候受割离 反而让他们作为 这个得逞或者控告的机会 所以为了持守福音的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不需要受肉体的割离 心灵的割离 洗礼已经受割离了 我们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坚持免得夺去福音的自由 所以不同的处境 保罗同样按照同样的原理去处理 在福音里面自由 做与不做都是自由 但是不同的情况 有的时候做 有的时候不做 那谈到了滥用自由和正确使用自由 以及分辨了那些半岛人 和被半岛 半岛人是弟兄软弱 我们要留意照顾体恤他们 谨慎不要乱用自己的自由 免得半岛他们 被半岛是任他们去 他们自己里面 这个因着自己的那种骄傲 那种苛刻 假冒伪善等等 忽视他们 不必管他们 他们自己因着自己的缘故跌倒 我们不负责任 谈了之后 更正面的说到 我们基督徒的自由 要如何去使用呢 保罗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这不是说到 我自己可不可行的问题 是造不造就人 无论何人 都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我自己有自由 我自己随便写 不 还要求考虑到别人的益处 不要因为我自由 别人软弱受亏损 所以考虑到别人 以他人为中心 这就是基督教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常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以他人为中心 那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不否 我们是否使用自由 完全在于 他是否能够造就临舍 我们有自由 我们可以使 按原则上 但是问题 使用不使用 我们要考虑一个 重要的原则 就是这件事情 虽然与我是自由 但是我使用的时候 有个限定的条件 这种自由 不要让临舍 不得造就 所以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 你可以抽烟 虽然说按某种原理 抽烟是损害自己的身体 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心意 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吩咐 不可抽烟 因为圣经完成的时候 烟这种东西不存在 但是这个原理应用的时候 可以说吸烟 不符合神的心意 推论出来的 你抽烟是你的自由 你愿抽就抽 但是你抽了 是损害了自己的身体 但你抽烟 不只是损害你自己 当然这个有点不太恰当 因为已经没有溢出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损害别人 你抽烟了 不只是损害自己 你在公共场所 你在家里 你家里的整个楼房里面 你在阳台也飘进屋里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都跟着你一块 抽二手烟 大家都知道 二手烟比一手烟更坑人 更有害 那你在倒边抽 那飘到别人这个屋子里面 我家原来住那个小区里面 就有这样的烟鬼 这个一大早晨 或者是晚上十点以后 大早晨清晨 这个就去跑楼外 小区外面 那个空地里面去裹烟 十点之后 就也跑到他家阳台上去裹烟 问题是那个夏天 都开着窗 那个防虫网 都飘到屋里来了 然后他自己在阳台里面 以为在他自己家躲在那个黑屋子里面 抽烟无所谓 那都从那个老的建筑嘛 从那个下水 从那个排气孔 都什么抽油烟机到 都飘到屋里来了 所以我妻子也受到很多痛苦 那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的自由 好像我可以 我在我自己家 我在 其实小区里是仅仅抽烟的 他们虽然知道也故意量 在我自己家里抽 该你什么事 那个不是该你自己的事 你的自由会不会妨碍到别人的问题 这种用现代的话 就公共意识 会考虑到别人 用基督徒的话 就是要照顾到临舍 不要因着我的行为 影响到别人 让别人不得造就 这里面又谈到了 有些人装甲 在行使自由 约束自己的自由的时候 有些人是凭着爱心 真的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不做 但有些人是装甲 假装效法保罗 却不是因为爱弟兄 而是因为自己的安宁 掩盖一切的自由的教导 什么样的类型呢 好像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实际上是怕这样做 给自己带来不义 有个比较接近的例子 就是彼得 装甲 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 到之前他跟外邦的弟兄 一块做饭 坐着同席吃饭 这是违背犹太人的传统 但是在福音里面 他既然知道 圣灵已经浇灌他们 和我们一样 上帝已经接纳他了 神所捷径 我不能当俗 既然都是弟兄 在一个同席吃饭 无所谓 但是他听说 耶路撒冷的人 使团要来的时候 他就赶紧站起来 拍拍屁股装作 跟他们没关系 为什么 怕别人说他 怕犹太人 你既然和外邦人吃饭 那你就不接 给你赶出会堂 或者惩戒你 考虑到自己的面子 和利益危机 自己对自己不利 然后就匆忙地躲起来 保罗责备他了 为什么 与福音 行的福音 行事与福音的真理不符 所以这是一种 以为自由 吃饭不吃饭 和他们同习 做不做都是自由 但是当他以为 考虑到别人 好像 当然这个不太恰当 这个例子 我只是借这个例子来说 但是它不是个完美的例子 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有这样 我是为了考虑到 别人的利处 实际上是出于 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考虑自己的厉害关系 怕自己受亏损 怕别人骂我 怕别人误会我 所以我就不做 所以你发现 家尔文牧师 冲立事情很均衡 有些事情 我们需要节制自己的自由 有些事情 我要硬要做 必须要做 表明我的自由 但有些人呢 虽然做了 好像在表明自由 但是滥有自由 但有些人好像不做 好像是节制自己的自由 但是不是出于爱别人 而是出于惧怕和自我保护 自爱自己的利益的缘故 去不做 所以这个都不是真正遵行这个自由的教导 那真正敬虔的人应该关于这些外在的事物的自由 注意 这些自由是关乎无非大雅的事情 不涉及到对错的事情 善恶的事情 是和我在神的面前良心的事情 而且是涉及到外在的事物 外在的事物 那给我们这些自由 是让我们更加准备好自己履行爱的本分 我虽然自由 但是正因为我获得了自由 我要履行爱的本分 我自由了 我自由放荡了 我自由放走了 不服约束 不是 给我自由 既然不服约束了 我的爱就不是出于被迫 我的爱就不是出于恐惧 我的爱是出于自由 我虽然自由 但是我甘心了一家座 这是真爱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以给我们自由 是让我们准备好自己更好的履行爱的本分 自由不是放荡无束 自由我对别人有义务 我要考虑到别人感受 所以我昨天是前天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是骑自行车 在小区和自行车道上走 其实像我70年代末出生的人 那个时候所谓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常常被教导一种集体主义意识 常常为国家考虑 为大局考虑 为整体考虑 故大家舍小家嘛 总是有这种集体意识 然后当然这是也有长处 也有缺点 然后特别是基督徒 有的时候我们越成熟的时候 越考虑更多别人的是吧 骑车子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些什么 那个电动车就竖在道中间 不是停车的地方 就是停 然后停车有时候 我想大家可能也遇到 人心横道上 过人心航道 那个正好道口 那个地方就停个车 这个人脑子有病啊 一点社会意识都没有 就是说 就像小孩子是得哪拉哪 得哪停哪 你停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 这个会不会妨碍别人走路啊 往旁边靠一靠 不行吗 正好停在路口 正好停在道中间 甚至有个岔路口 很小崽子到那里面来回走人嘛 结果两台车并盘 正好把那个道口堵着 我说现在年轻人 这个没有这种意识啊 这样子停车怎么能行呢 我就开玩笑 我说谁家熊孩子这样停车啊 什么意思 现在人特别自我 这个下车就怼在那了 他也根本不考虑车停在这 会不会妨碍别人啊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同理啊 虽然我们有自由 车停在哪都可以 其实我们没有自由 我们没有自由去犯罪 我们没有自由伤害别人 我们没有自由不尽爱的责任和本分 我们有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在那个自由里面去使用自由 我们没有自由随意停车 我有自由踩油门 我有自由踩刹车 但是当绿灯的时候 你没有自由踩刹车 绿灯的时候 你赶紧要走 免得妨碍交通堵塞 当红灯的时候 你没有自由踩油门 你要踩刹车停车 所以我们是自由 踩油门踩刹车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真理的限制 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自由 自由不是那种无拘无束的 有爱的本分 这种自由是为了让我们履行爱的本分 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可以说等等 这种自由要在爱心之下 然而爱心必须在情节的信心之下 自由一定在爱里面去用自由 不然就变成放荡 任意往外 所到之处 尸体一片 所到之处 这个软弱一大片 爱心也不是孤立的 爱心一定要在信心之下 清洁的信心 清洁的信心什么 信心也不是孤立的 只是主观的情感 信心是知识 我们说加尔文谈到信心就是知识 当然这个知识和我们中国教会 受到金钱主义影响那种 都是头脑的知识 那种知识不一样 希伯来人所说的这个 亚的知道知识和新约教会所使用的这个 Ginosis Ginosis 这种知识都是由希伯来式的知识 虽然用希腊文单词 不是希腊式的知识 不是那种抽象的头脑上的知识 而是经验上的 真正的认识 认识神 你对神的知识 你对神的认识 是一样的 是在 所以这个信心就是知识 不是只是头脑上的那种 死的知识 希腊式的知识 而是认识 所以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信心一定要基于神的话 所以爱心离不开真理 这意思 爱心一定要在信心 信心背后是真理 听道 所以半岛人的这个讨论 有些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指的是 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我们半不半岛人 那当我们在这些事 必须考虑到爱心 但是爱心 不能越过祭坛 爱心一定不能因为临舍的缘故 得罪人 什么意思 当我自应用自由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爱心 什么意思 当我应用自由的时候 不能够越过祭坛 一定要因为临舍的缘故 不能因为临舍的缘故 得罪神 我因为我的自由 我得罪神 我使那个软弱的弟兄跌倒 羞辱神等等 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在爱里面 在真理里面 在信心里面 在荣耀神 神的旨意里面 这里面提到了弥撒 天主教以为 我们要迁就那些 考虑到那些信心软弱的人 所以我们就用弥撒 去作为他们的一种奶 去迁就他们的理解能力 弥撒是看弥撒 忘弥撒 所谓的弥撒不只是圣残 是指真的献祭 重复的献祭 是一种祭祀 让他们亲眼看到 耶稣为我们死 那实际上耶稣一次性死 不是要重复这个死的时间 而是纪念 或者一次成就的永远 不断地去享受这个死就行了 默想这个死 对不对 但是弥撒是重复 所以加尔摩是说 他们打折照顾那些 信心软弱的人 为他们来 让他们理解福音的真理 实际上是毒素 不是奶 是毒 所以不能以迁就别人软弱 所谓的爱心 去违背真理 我们所有的自由 爱都要在真理上 要铭记 首先 不论撒旦或者世界 企图用怎样的攻击 引导我们离开神的律法 所以根本还是 自由也好 爱也好 都要在神的律法 这里面是指神的话 我们必须行走在神 指引我们的道路上 神的话语的道路上 其次 不论遭遇到怎样的危险 前面是勾引 后面是威胁 我们丝毫不能偏离神的命令 神的话都一样 神的话 福音的真理 不能以任何企图借口 甚至前面所说的那种 爱心的借口 迁就软弱弟兄 给他喂奶 都不允许我们 越过神的话 越过神的命令 去行使这个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